奇怪,冰箱里的月饼怎么不见呢? 哦,刚刚放学回家的时候肚子好饿哦,刚好看到冰箱里有两个月饼,我就把月饼给吃掉啦。 啊,你把月饼吃掉了? 嗯。 哼,那是老师会今天要带的月饼啊。 啊,对不起哦,我不知道那是你要带到学校用的。 哦,没关系,等一下妈妈再出去买两个月饼回来就好啦。 要是有小叮当的时光机就好了,我就可以回去告诉一个小时前的我。 这倒是个很好的方法哦,如果能够事先告诉你,你就不会把藏藏要带去学校的月饼给吃了。 妈妈,你会做时光机吗? 呵呵,当然不会了,妈妈又不是神力女超人。 不过呢,倒是有一个方法可以预防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是流言纸。 流言纸,没错,就是拿一张纸写上想说的话,把它贴在显眼的地方。 比如说写上,冰箱里的月饼是堂堂要带去学校的。 然后拿一块磁铁,把纸贴在冰箱上,安安看到纸条就不会把月饼给吃啦。 对哦,这样子冰箱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就一目了然了。 哇,妈妈,你好聪明哦,这样就不需要时光机了耶。 呵呵,其实妈妈昨天帮浩浩浩预习国语第十三课的家庭留言版,而今天呢,又刚好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灵感呢。 生字 词语 问候 探问别人的起居是种客套的常理。 准备 预先安排或筹划 担心 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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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 联络 请大家留下住址及电话,以便日后联络使用。 报告 这份报告是我花了一个晚上赶出来的。 成语 神来之笔 于书画文章等创作过程中,无意间产生特别的灵感,而表现出绝佳巧妙的境界,如同初次天授。 澎湖 澎湖北海之旅 爸爸和妈妈带着安安游澎湖的离岛,七眉岛。 小朋友,你想知道七眉岛名称的由来吗?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故事吧。 安娜娜,还晕不晕? 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嗯,又比较好一些了,可是还是觉得晕晕的。 对呀,风浪实在太大了,虽然吃了晕车药,可是到现在骑车都还不太稳呢。 为什么我们要坐船而不坐飞机呢? 因为往返七美机场的飞机,一天只有一个班次,能见度不好的时候,还会取消班次呢。 所以除非我们打算在这里玩两天以上,不然就只能坐船了。 一天只有一个班次,那可不行啊,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都还没有玩呢。 安娜,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岛叫七眉岛吗? 我们国语第八课,指导巡礼,介绍了七眉岛的望夫石,可是没有介绍为什么这个岛要叫七眉岛。 相传明世宗嘉靖年间,窝寇在海上作乱,当时有七位女子正在井边洗衣,因为不甘受侮辱,将间投井自尽。 后人有感于七恋女的针链,立十杯颗七美人种四字,作为纪念啊。 这些女子真是令人敬佩啊,原来如此啊,那我们赶快走吧,快点去参观这个感人故事的发生地点,七美人种。 现在头部晕了。 嗯,好多了,出发吧,我也没问题了,走吧。 生字 词语 文化 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宗教、道德、艺术、科学等各方面的成果。 干旱 因吃水而导致土壤、气候太过干燥的现象。 灰暗 不明亮 造具 体会 你此时此刻的悲伤心情,我可以体会。 伴随 伴随 伴随着巨大的雷声之后,便下起了倾盆大雨。 成语 不屈不挠 不应受到任何阻碍而吃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毒 узн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能勾